我们最常感受到的手部麻痹,是由午睡时姿势不正确引起的,趴着睡觉,压迫的不仅是手部血管,更是视觉神经,压迫过度会出现手臂发麻,也疼脑胀的感觉。 而本文提到的手麻现象,主要使的是手部突然麻痹,持续麻痹的情形,手麻的常见原因及应对措施,一,弯管综合症这种病症多出现,于长期使用电脑的各类从业人员,长时间使用键盘,鼠标等设备,使得晚步,手指过度活动,或者长时间姿势不正确,会引起手腕疼痛,而且,趋机间的反复摩擦。 便会引起剑翘出现出现,水肘,渗出等无菌性炎症,还会累积正中神经,于是手麻,疼痛,无力的症状就出现了,应对措施,一,使用电脑,每30分钟,就活动一下手腕二到三分钟,顺便放松一下视力,二,多摔手别太用力,多活动直肩,手腕,吃肌肉放松。 三,换一个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键盘。 四,换一个手机处鼠标,好像也不大现实。 二,颈椎疼痛,颈椎问题是关于现代生活健康不容忽视的问题。 颈椎问题不光只是肩膀酸痛,脖子僵硬,也可能出现手麻,手抖的倾斜。 所以手麻的出现,也可能是颈椎疼痛引起的。 大多数的颈部疼痛是颈肩部筋膜也导致的,主要元首便是日常不良的坐姿、睡姿等。 不过中老年人大多是因为明确的颈椎疾病引起的颈椎疼痛,应对措施。 一,选择一个合适的枕头,二,选择一个合适的床垫,三,避免长时间低头,就坐。 四,颈椎注意保暖,五,坐姿,睡姿正确,六,锻炼颈部肌肉,延缓蜕变,七,保护颈椎,远离香烟。 三,糖尿病病发症,咦,糖尿病也会导致手麻的吗?的确会,糖尿病的其中一个病发症是周围神经病变,可能会使糖尿病患者出现手麻脚麻的情况,脚步麻痹会相对明显,应对措施。 一,避免长时间,高强度的负重运动,熟长跑,长距离散步的,二,避免在过冷,过热的环境下负重运动,没有条件就选择室内活动吧。 四,骨质增生一般来说骨磁肠在不必要的地方,对我们日常不会有什么影响,要是肠在骨关节,椎体表面,压迫了腹筋的神经,脊髓,血管,就会有相应的症状出现。 鼠掌在颈椎,就会出现头晕,颈部疼痛,手麻等现象,哦,不下心撞走了吧,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,手肘发生碰撞会出现手部暂时麻痹的情形,这是由于真的撞到麻尖耳,齿神经引起的。 齿神经勾位于手肘多个骨性凸起中间,在中间的凹腺部分,一旦受到刺激,就会使所支配的区域出现麻木,胃痛,酸胀等感觉。 仔细感觉的话,会发现麻木更偏向于小指和无名指一侧。 所以,只要日常注意不磕磕碰碰的,就不会有手麻的情况出现了。 此外,如果长期手麻,还要警惕吸脑血管疾病的发生,手麻症状长期得不到环节应该及时就医,且莫延误病情。 甚至,高血压,高血脂,糖尿病,口腔溃疡,皮肤病等等,怎么调理最有效? 看爱多每天为您推送各种专业,却为了得健康致使,帮您识破健康谣言,走出用药物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